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往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节老兵呢 跟各位呢 首先来分享一下 这个宏托拉斯与中国建交 与台湾到极断交 那么这个美国跟这个蔡英文啊 他们是怎么来回复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给我感觉是一帮酒囊饭袋该有的表现 符合了我们的预期 然后呢 我们再来谈一些其他的问题 包括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德勤的副总裁到北京来 这个当孙子来了 还有基辛格的一些讲话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蔡婆说的是什么话 红中建交 蔡英文称 打压无法减损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 红德拉斯共和国今天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随即立即与中国在北京正式宣布建交 并签署着建交公报 台湾所谓外交部也立即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宣布和红德拉斯断交 全面终止合体计划 彻底人员 并要求红国彻底在台湾的所谓大使馆 台湾所谓总统 所谓蔡英文发表谈话 把矛头对准中国 他说 长期久以来 台湾秉持的青年就是在最大的能力范围内 透过前瞻务实的做法 支持友邦长期实质发展 不会和中国进行无意义的金钱外交竞逐 那么首先第一个 这个不是说叫无意义的金钱外交竞逐 我说过了 中国大陆不会向他们去撒什么币 做这些项目都是要经过风险评估的 很多都要评估好以后 才会采取一些措施 即使是给钱 也是借贷的形式 没有什么直接就给 如果你说援助 相当性的给一点 也OK 没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好像台湾当局他们最想稳定的就是巴拉圭 其他的我看他们好像并不是十分的在意 因为巴拉圭上次总统到台湾来 就装了十亿美元现金 装到巴拉圭去 现在巴拉圭那边有很多的台湾人 我看好像是 有可能那里是台湾当局 好像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花了不少钱 然后他们就会说 他自己他妈的无能 就说是什么金钱外交 那他妈逼 那美国跟中国建交 那也是金钱外交了 那中国给美国多少钱 那法国跟中国建交也是金钱外交 那中国就给法国多少钱 那美国比中国富裕 比中国有钱 那是不是 那这个就不符合逻辑了吧 是不是啊 这种讲法让我觉得非常扯淡 非常的无能 我说蔡婆 蔡婆她有什么能力 能去当一个政治家 当一个政客 她都没这个水平 她连这个中国大陆一个村会计都不如 你能让她干嘛呢 是不是啊 你看台湾这几年在她的这个统治下 非法统治下 因为台湾的老百姓多倒霉 死了多少人 对吧 蔡婆说 过去几年 中国不断利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 升高军事倾劳 冲击区域的和平稳定 这些打压与威胁都不会改变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 也无法减损台湾人民坚持自由民主 大步走向世界的意志 蔡英文还说 台湾人民已经向世界证明 从不因威胁而退缩 台湾和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与连结 共同促进国际复制与安全的努力 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台湾将会继续和友邦 以及国际上相同信念的伙伴 背影间同行 为更好的时间一起努力 中文外交部长秦刚 今天在北京与洪多拉斯外长雷伊娜举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建交公报 公报指出 洪多拉斯共和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我说过了 蔡博这个话讲的其实是不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体 只是说你那个是被推翻的一个政府 那么其实中华民国也在中国 为什么这么讲 蔓英九不是要来大陆的吗 蔓英九来大陆不就代表了中华民国在大陆吗 对吧 那么就是一个整体吗 对吧 他的英文解释跟法语解释都他妈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别扯这些东西了 就让我觉得特别扯 他又要讲这种鬼东西 那你不是台湾 你要台独吗 现在变中华民国了 那么台湾外交部 所谓外交部在于洪德拉斯断交声明中指出 他中国不断拉拢以洪国之际 这个 卡斯特罗政府也同时向台湾所达 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援助 并就台湾及中国提供的援助方案进行比较 台湾基于传统友谊 在能力范围内提出协助方案 但洪方仍滋意 作态虚索 甚至公开释放错误信息 造成对台湾所谓政府的伤害 至于洪德拉斯宣布和台湾断交的时间是否与 蔡英文即将在29日出访 中美洲经过美国有关 台湾所谓外交部长吴早谢说 没有证据证明两者有关 但强烈怀疑是如此 他说 中国常利用这种机会夺取邦交关系 既然蔡所谓总统出访是公开行程 所以更显示如此 所以你就说这么一帮他妈的小皮嘎子 有什么好叽叽歪歪的 对不对 打你就打你 干你就干你 给你耳光就给你耳光 是不是 打得你没还手之力 现在只是北平模式 那下一步他妈的天津模式呢 你他们还能在那边叫呢 到时候像逮捕他妈 齐奥塞斯库一样 把你们都给逮捕了 或者这个现场就直接弄个检疫法庭 直接就薛薛给你宣判 拿机关枪打死你 傻屁玩意儿 那么这个 再说这个美国那边的反应 与台断交是不祥之兆 欧布兰求助中国都没有好下场 所谓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 台湾与洪多拉斯 邦交并危 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美台关系工作小组主任 欧布兰24日直言 一个国家决定变心 往往是国内出现内乱 贪腐或其他负面事件的不相执照 希望中国能给他们救生诉 然而永远都没有好下场 他更强调 美国与台湾等所谓民主国家 绝对不透过行贿或提供 油水买买的生意 等贪腐手段来巩固邦誼 这些手段对台美都没有好处 必须坚守这些原则 并问及中国正强化对中美洲 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与台湾是否能够透过彼此合作 通过更多空间来维持台湾的邦誼 什么叫台湾的邦誼 我他妈他都搞不懂 那你他妈现在美利坚和中国 跟台湾是建交了没有 什么这邦誼 我有点听不懂 奥布莱恩表示 这问题有两个层面 首先台湾不该忘记 自己有着像美国一样的好朋友 好伙伴 彼此之间的关系 比起与台湾邦交国 还要来的重要的多 他认为重要的是 看看为建交民主盟友 或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是多么的牢固 不过话岁如此 维持邦交国依然相当重要 有许多好处 并以助台湾维持在国际之间地位 所以说是跟中国大陆建交 都他妈是不想制造 那你美国那时候跟中国大陆建交 跟台湾当局这个断交 那他妈也是不想制造了 是这个意思吧 那英国也是不想制造 法国也是不想制造 德国也是不想制造 全世界跟他妈中国建交的国家 都他妈是不想制造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他讲这种话 就像那个抖音的CEO 在美国国会 他妈群战 蛇战群魔 那美国那些所谓的议员 所谓的这些国会的这些议员 所谓的这些参众两会的议员 都跟他妈傻逼似的 被一个新加坡的 被一个新加坡人 给怼的他们都没话讲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 只能等到2024年 再大选了 再去决定这个事情 再走势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今天西方这些政客的水平 如此之糟糕 我说过 他们越来越像台湾了 而不是说台湾越来越像美国 而是美国越来越像台湾了 现在美国搞的这一套 不就是跟台湾当局一模一样的 永远都是小圈子 家族利益 利益是第一位的 那老百姓 那去你妈的蛋 你们是打工仔 是韭菜 是英格你们 然后这个政治上 荒淫无度 没有任何的政绩 美国现在有任何的政绩 没有 没有任何的政绩 对外就是他妈比瞎鸡巴搞 所以说台湾当局 什么叫蔡英文讲 什么叫参与国际化 你国际化啥呀 哪个国际组织 他们由你一起之地吧 你他妈参加个奥运会 都怎能叫中华台北 所以我说北京啊 要踏平你们也快了 现在用这种方式来羞辱你 对吧 给你你妈踢光头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 这两个事情就说到这 那么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事 所以刚才就是 美台的这种表述 这种人觉得特别小儿科 特别没有能力 德勤高僧副北京 财政部副部长 完全接受处罚 将落实整改 那么中国早前 对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 之一的德勤祭出重罚 据财政部网站 财政部副部长 朱忠明24日 应邀在北京财政部会见 德勤全球理事会主席 舒亚文 朱忠明表示 对德勤尊重监管 服务监管的态度表示肯定 这是包括德勤在内的 国际会计网络 在华依法展开业务 据财政部网站 舒亚文表示 德勤全球支持德勤 华勇完全接受 坚决执行财政部 此前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德勤华勇将制定 并落实整改方案 推动提升审计质量 舒亚文又表示 德勤愿意继续助理中国经济 高阵的发展 那么大家都知道 德勤作为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此前因为 故意帮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 做假账 故意不去给他审计 对吧 就是选择性的审计 那么造成中国的一些 国有财产的一些损失 流失 那么再加上 北京现在本身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非常不满意 觉得他们太牛逼了 太屌了 在中国做了很大的业务 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呢 却在这个里面 有一些 不散不散的一些举动 对吧 把中国很多这个数据提供给美国 干嘛的 那么就必须要求他们进行整改 对吧 那必须要杀一只鸡 镜猴 那很不幸 德勤呢 就成为这只杀鸡镜猴 的这只鸡 那么之前呢 中共也是要求国有企业 不得找会计师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来帮他们 做审计 因为这个很危险 你的这个经济数据 高度敏感的数据 空来到他们的手里面 它对你是不利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矫正他们的思路 矫正他们的思路 那么也是用这种方式干下它 那么可见呢 这种美资企业 这种像这种德行 这种 他们也是非常的害怕的 他们也是离不开中国的业务 看得出来 中国的业务量非常庞大 他们也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正常点 所以这样的话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通过这种会计师事务所的这种 领导人过来的这种表现 和认怂 就代表了说 中国确实是一个 他们不可能脱钩的一个市场 不可能脱钩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 中国在国际的重要性 我说过 INF主席也说得很清楚了 中国将推动 2023年占全球经济增了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基辛格 基辛格 若中美爆发第二次冷战 将比第一次危险 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 3月25日表示 若中国与美国展开第二次冷战 将比第一次更危险 基辛格25日在接受 西班牙世界报采访时 被问及 第二次冷战 是否会比第一次更危险 他的回答是 Yes 基辛格指出 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新冷战 他认为 两国拥有相当的经济资源 而第一次冷战期间 美国与苏联的情况并非如此 他指出 北京和豪正顿现在是对手 不应等中国西化 实际中国外长王毅 二二年会议金格时 才表示 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 不仅对中美 对全世界都僵尸灾难 他强调 美方应回归理性 务实的对华政策 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正轨 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那么基辛格讲的这个话呢 也是事实 为什么叫比第一次更危险呢 因为第一次 他们跟苏联有危机沟通的机制 美国知道苏联不会放核弹 所以他用其他的方法 方式方法 他全都可以使用 任何的手段 他都可以作为他的工具 效率的工具拿出来 但是当中国对待美国 不像苏联那样子 会跟他有危机沟通机制 那么现在俄罗斯也学会了中国 中国也告诉他 应该这样子去做 那俄罗斯现在也是不接 任何美国的国防部的电话 那以这样的方式 然后在这里 俄罗斯宣布什么部署核导弹 什么进行这个新地岛的核爆实验 中国这边不透露任何的 这个核实验的这个情况 而且呢 不停的在下这个核潜艇 在下这些水面舰艇 在大造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的陆基发射架 非常的迅猛 那而且我们会把盖子打开 恐吓美国 那美国他没到你脾气 那有可能会 就是会擦枪走火 那双方也没有任何危机沟通机制 那这样的背景之下 美国他头很大 所以基因格他这样的判断 跟我之前的分析 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有可能我们就是 中国就是中国 就做好了 因为中国跟美国实打实在打过仗 苏联他没有跟美国打过仗 中国跟美国 到已经打过两次仗了 应该是 翠翠说应该是三次 因为这个国民党 它全副美式装备 包括还有美国的 就像现在的这些 在乌克兰的这些美军的 这些战役指挥官参谋 直接进入到这个 这个中国 包括你看英国 对吧 还派什么紫石英号 开进长江 对吧 支持这个国民党 那么这其实是一次被打败 那么第二次就是在朝鲜战争 第三次就是在越战 还有一个第四次 第四次就是在阿富汗 都由中国来支持 他基本上他都输掉 所以说美国 他就是一只只老虎 但是危险还是存在的 谢谢各位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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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